大家好,歡迎收看天鵝不止開箱,我是兔子 那又到了就是我們最期待的,不一定是每個人都期待 就是我們最喜歡的電力公司系列的時間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電力公司的紙牌版 紙牌版跟標準版怎麼不一樣呢? 如果說你有看過我們之前介紹電力公司影片的話 你可以看到桌上現在好像沒有地圖 那紙牌版電力公司我們只需要專注在購買燃料 以及發電這個部分就好了 那至於蓋便電鎖的部分呢 我們會默認玩家都蓋到了足夠便電鎖發電 雖然說它是比較簡化的規則 但是因為電力公司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大的遊戲 所以我們會分幾段慢慢的跟各位講清楚 首先我們來進行遊戲的設置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這個基礎的電幣 我們發給每個人12元的電幣 再來呢有這個一組的這個勞總卡 我們把其中一張發給每人一人一張之後呢 剩下的另外一張 我們把它隨便洗牌之後 排列在桌上像這樣子1234張這樣排列好 再來這個順位指示卡我們把它放在這邊 它提示你什麼階段是由什麼樣的順序來進行 我們舉例來說 這邊上面寫的就是電廠的部分還有錢的部分 代表說我們在競標電廠以及就是發電拿收電費的時候呢 是以這個順序過去從藍綠紅紫這樣子的順序 但是呢在買燃料的時候是從紫紅綠藍這樣順序回來的 再來呢這邊1234代表什麼 這是燃料的價格價格區間我們一樣從這邊1234的生命排列把它排好 再來我們把這個電廠卡 我看一下正面和背面 正面背面是這樣子 有分深色電廠和淺色電廠 那深色電廠呢就是我們屬於比較起始的就是效率比較差的電廠 那我們會先依照玩家人數的不同從深色淺色裡面各挑掉一部分 現在的話是以四個人的遊戲做舉例的話 深色裡面挑掉一張淺色裡面挑掉三張 再來這邊有一張淺色排背裡面有一個像是開關乘以儀 代表說最後一回合也就是說呢這張卡片當翻出來之後 再進行一回合那遊戲就宣告結束 那個時候呢看誰的發電量最大就可以得到最多的分數 就是每發一度電就可以得到一分 我們的錢每十塊錢可以再換成一分 當你這些分數都換完之後 如果還有平手的狀況之下 剩餘的錢多的人獲勝 如果還是平手的話那就共享勝利 我們把這張牌放在牌庫的最底端 然後呢把剩下的淺色電廠洗洗牌 先放在一邊 深色電廠這邊呢它因為是起始電廠的關係 我們依序的翻出八張牌 然後呢把剩下的深色和淺色電廠洗在一起 挑出去的部分就不要了 就放在遊戲盒裡面就是遊戲裡面不會出現 那這邊有什麼意義呢有深有淺的話 代表說我們在遊戲進行的過程之中 如果看到這個牌庫頂端是深色的話 就可以知道接下來這個電廠 可能是就是效率比較不好的電廠了 然後呢這邊洗好的牌之後 我們把這個再一回合這個牌 放在這一疊電廠牌庫的最下面 我們剛剛依照順序翻出來的牌在這裡 那我們要按照就是小到大的順序把它重新排列 有你們看這邊上面這四張就是目前的市場 下面呢就是未來市場 然後呢數字一定是從小到大 那你說你看有兩個數字一樣怎麼辦 只要你的數字是比較晚翻出來的 那它就會視為比同數字更大 上面這四張卡片就是我們可以競標的那個電廠 然後呢下面四張就是我們之後可能會出現的電廠 之後我們把這個1就是這個特價標記 放在翻出來電廠裡面數字最小的那個電廠上面 那再來呢我們設置一下我們的燃料牌 首先這邊只有單個的燃料牌 我們先把它全部集中在一起 但是總共只有七張 我們把它放在這個燃料價格的旁邊 再來這邊這一疊所有的燃料牌 要記住我們得先分類 因為我們今天預設是四個人進行遊戲 所以呢燃料基本上要分為像這樣子 上面有寫二到六代表說二人到六人遊戲都可以使用 那我們就把這些牌全部留下來 還有這個是四到六人可以使用 因為我們今天是四人嘛 所以包括在這個區間之內也可以使用 但是呢像這些下面 右插角寫了五到六代表說 它只有在五到六人遊戲時候使用的這些燃料呢 就把它全部挑出來之後放為盒子裡面 我們在遊戲之中是不會使用的 另外一種就是 額外這個下面有加號和雙加號的這個燃料牌 應該是各四張 那我們會放在這個燃料牌庫的下面 作為它的氣牌堆 那第一次我們燃料用完的時候 會連著這四張有加號的牌一起洗回去 會增加燃料的總量 那第二次的話呢就會把這個雙加號的牌也變成洗進去 第三次的話燃料的總數就不會再增加了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設置燃料 我們先把燃料牌洗牌之後 因為我們今天是四人遊戲嘛 所以我們每一排會放五張燃料卡 我們翻開來之後 這邊邊上會有一些數字 這代表說這一張燃料卡最大的燃料量是多少 那我們就會把最大的那個數字朝上放 像這樣子 這是天然氣 這是右礦 天然氣的話是2 就把2這一面朝上放 那這邊煤礦的話就是1230 把3這邊朝上放置 這邊是比較小的煤礦就是有2 放在這裡 四塊錢的區間開始 一直放放放放到兩塊錢為止 一塊錢的區間 我們不放任何的就是這種燃料 我們只會放單個的燃料 就是我們剛剛放在一邊這種單一燃料 我們等一下在遊戲進行之後 會解釋什麼時候這些燃料會進去這裡面 那遊戲基本上就設置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準備遊戲 首先這個電廠的部分 我們先看到上面這個數字 這代表這個電廠的編號 以及它的起標價 因為待會我們要開始進行競標 那上面寫著1代表說 我們從1塊錢開始進行起標 下面的右邊這個4 然後一個電的符號 代表說如果我使用這個電廠發電的話 我可以收到4塊錢電幣的電費 可以幫我賺4塊錢 再來下面這裡有兩個煤礦的符號 這代表說什麼呢? 我這座電廠在發電的時候需要消耗兩份煤礦 那這邊也同時標示它的儲存量 就是我們的燃料是要儲存在電廠裡面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這個電廠會帶給你4份煤礦的儲存量 什麼意思就是說 我發電需要的兩倍就是它的儲存量 這邊的天然氣也一樣 我的起標價是4塊錢 我一份天然氣可以發出 週五塊錢電幣的電費 那看到這邊很奇怪 這是什麼? 就是風力發電它需要4塊錢起標 但是呢 它不用任何的燃料 就可以發出 可以收4塊錢電幣的那個 的電力 這邊在遊戲的過程之中 我們都是 就是靠消耗燃料 然後發電之後收到錢嘛 在遊戲結束的時候呢 這個下面的數字 只要你能夠用那一座電廠來發電的話 下面的數字就等於你能夠得到的分數 就是說 如果說最後一回合的時候 我那一回合發電的話 就是得到四分 最後在購買電廠的時候 要注意 我不管任何時候 我的面前最多最多 只能夠有三座電廠 好再來我們講到這個部分 這個是燃料 這是石油 你只有在擁有需要石油 發電的電廠的時候 你才能夠購買石油到你的 就是等於是放置燃料的一邊 這個二朝上代表說 我這一份買過來 花兩塊錢 獲得兩份的石油放在一邊 我的總儲存量 不可以超過我的發電所需的兩倍 舉例來說 如果我有一個二號的石油電廠 和一個三號的石油電廠 都在我面前的話 那我最多可以儲存多少份石油呢 就是一加二三 再乘以二就是總共六份的石油 我現在存了兩份 還沒有關係 這些煤礦啊 或是天然氣啊 或者是那個釉礦也是一樣的 再來就是要講到 我在買燃料的時候 它超過我的上限的話怎麼辦 譬如說我這邊可以存四個煤礦 那我現在已經有三個煤礦 在我的儲存區裡面了 結果呢 我想要再買一個煤礦 這時候我發現 廠上只有最低最低是兩個煤礦 那怎麼辦 我買過來的時候呢 我必須立刻把它轉向變成1 這時候可以符合我所有就是 電廠的那個總存量 但是呢這個轉過來的1 它不會浪費掉 每轉過來的1 你就要把相對應的一個單一燃料 放在1的位置 這時候其他的玩家 就可以去購買這個零散的 可以這樣幫他來就是 湊到他需要的資源 而且他的價錢通常也比較經濟划算 這個是要特別注意 就是跟基本版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不管玩過沒玩過的玩家都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呢 就要開始介紹 就是遊戲進行的流程 那遊戲呢 每次都會分為三個步驟依序進行 第一個步驟就是 競標發電廠 第二個步驟是購買燃料 第三個步驟就是發電 在競標發電廠的時候呢 我們會依照剛剛排的順序 這張卡片 他告訴你說 我們購買發電廠的時候 是有這個順序過去的 所以呢 我們就由綠色的老總 先開始購買發電廠 在這之前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 木頭座的1 這是特價標記 競標開始的時候呢 必須把這個1的這個標記 放在目前現在市場裡面 價格最低那樣牌上面 這代表說 不管他上面寫的數字是多少 我們都給他特價是1塊錢 如果說有人把特價的那個電廠買走的話呢 這個標記會放在旁邊 一直到下一次輪到這個競標電廠步驟的時候 他才會重新再放在新的那一張 就是特價電廠上面 那這時候他可以從上面這4張 現在市場裡面 選擇其中一張他想要競標的那個電廠 我們假設選擇這個 好這是一個編號2 也就是說底價為2的電廠 他消耗一份石油 然後呢可以賺得4塊錢的電幣 那這時候他的底價就是2塊 他出2塊錢 當這個老總出價之後呢 我們會順時鐘 好記住喔 競標說是順時鐘 不是照著這個上面的順序 他出了2塊 然後呢紫色老總覺得他不想要 然後藍色老總覺得 嗯他加到3塊 然後紅色老總說 嗯那我加到4塊 那這時候 玉色老總放棄 然後藍色老總也放棄 所以呢得標就是紅色老總 他必須要付出 他得標的4塊錢 然後把這張電廠 拿回來放在自己面前 並且呢只要電廠消耗掉 他就要補一張新的電廠過來 下面電廠可能會因為 這樣子關係調整上來 然後呢如果抽到同樣編號的話 他一定是後抽的那個編號 會放在比較數字大的位置 我們把購買到電廠的這個老總牌 在這個順序的部分 稍微轉一下位置 代表說他買過了 然後呢再從剛開始這個順位看過來 哪一個老總還沒有買過電廠 綠色老總 所以綠色老總可以繼續的選擇 他選擇這個天然氣 底價為4塊錢拿出4塊錢 那其他人不想競爭 所以綠色老總 就如願以償的買到這個 天然氣的發電廠了 第一輪的時候呢 每一個玩家一定要買到一座發電廠 只有第一輪的時候要注意 因為呢我們在第一輪結束的時候 第一輪會進行一次臨時的順位調整 下一位應該是紫色老總 但是之前我們先補充一下電廠 好紫色老總開始購買電廠 天然氣還蠻充足的 他買一個這個2塊錢 但是可以發5塊錢電的 這邊沒有人想要競爭 所以就付2塊錢 並且同時我們再補充一張 藍色老總是這一個步驟裡面 剩下來的最後一位 還沒有買電廠的那個老總了嘛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他就可以用底價購買 現在市場裡面的任何一座 因為沒有人跟他競爭了嘛 他考慮了之後 決定買這個5塊錢 一個煤礦發 就是5塊錢電的電廠 每個人面前就有一座電廠 記得一樣要把這個電廠進行補充和調整 永遠保持就是上下課有這樣的狀況 第一步驟結束的時候 如果這個特價標記下面的電廠 沒有被買走的話 那我們就把特價標記放到一邊 並且把那張電廠移出遊戲 直接移出遊戲 然後呢 再補一張新的電廠 下一回合 就是這個競爭電廠之前呢 這個特價標記才會再回到這個 特價的這個電廠上面 第一輪結束之後 我們剛剛有講說我們要額外的進行調整嘛 可以說我們先看 目前 每個人電廠的排位 就是 電廠的編號越大的 他會越靠 就是順位前面 就是靠這個數字比較小的地方 那所以目前最大的話 應該是藍色老總 再來是綠色 再來紅色和紫色的話 因為我們兩個的 電廠的數字是一樣大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直接交換我們 上一回合的順位就可以了 上一回合如果是我前面的話 就變成他前面 他前面就變我前面 就這樣就這麼簡單 購買電廠的時候呢 每個人最多最多最多 只能擁有三座電廠 如果說你在購買新的電廠進來的時候呢 你的電廠超過三座的話 你就必須要選擇 丟掉你不要的電廠 那這時候呢 電廠裡面的這些燃料 你也要同時進行調整 那每一個電廠可以儲存的燃料 我們待會在買燃料的時候會講 那你要重新進行分配 如果說沒辦法進行分配的話 那燃料就必須給丟掉 那我們來接下來進行第二步驟 購買燃料 購買燃料的順位呢 就會看到我們是從順位比較小的 開始買起 所以從紫色玩家開始 他要從上面購買燃料 怎麼購買呢 上面這邊一二三四說的是燃料的標價 代表說這個市場裡面 每一張燃料牌的價錢是多少 像這個三個煤礦的價錢就是兩塊 好那紫色的老總 他目前有的是一個燃氣和石油混合電廠 代表說什麼呢 他可以消耗總共三份的石油或燃氣 他就可以發出就是五度電 收五塊電費的那個電廠 這時候呢 他購買他儲存的量是多少 就是這個發電量的兩倍 就是說這座電廠可以儲存最多 石油加上天然氣總數為六的燃料 他直接把這邊三份買走 這樣就是六份 好這樣總共是六塊錢放在裡面 他儲存的部分也剛剛好 紫色買完之後換紅色 紅色這邊呢 需要一份石油可以發四度電 那這邊剛好一份石油在這裡 就把它買走 如果剛剛不小心被那個紫色買走的話 我就沒了 所以付出兩塊錢 再來輪到綠色老總 綠色老總現在持有的是天然氣的電廠 但是呢現在一份天然氣前面已經沒有了 他只有比較貴的這個四塊錢 可以買到兩份或三份 因為他的天然氣最多最多只能夠儲存兩份的天然氣 如果假設他買了這個三份天然氣的話 那他會降到他儲存量的上限 並且呢每降一份 他會從這裡補充一份 這樣下一位玩家就可以用這個一塊錢購買到這邊單份的燃料了 單份燃料只會因為 就是有人買了多出來的燃料之後呢被放到這邊來 那當然買多的人也不會拿到任何補償 你就白白的讓下一家賺 最後才輪到這個藍色玩家 藍色玩家目前需要一份煤礦可以發五度電 最多可以存兩份煤礦 那他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 我可以花兩塊錢買到這一份煤礦之後呢 造成一份單一煤礦 或者是花三塊錢 不會讓其他人有 那當然以前花的少為準 以兩塊錢買過來之後 因為儲存超過了所以必須轉到為二 因此消耗的煤礦 會出現在這個單一煤礦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見到第三個就是發電的部分 我們一樣就是從順位比較前面的人 開始選擇他要用哪些燃料來進行發電 如果他有超過一座電廠的話 他也可以選擇就是只發其中幾度電 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發電所收的電費 會直接影響到下一回合的順位 所以說如果說你這一回合發的電 拿的錢比較少的話 下一回合可能你的順位可以比較靠前 好現在藍色我們先來選擇 他決定消耗一份煤礦 我們在消耗的時候呢 把他轉相對應的數字 數字朝前 然後呢 從銀行拿到相對應的電幣 可以發五塊錢 那建議是我們先把那個拿到的電幣 放在自己的面前 等於他再換錢 這樣子大家就可以知道 最後的話 在排順位置之後 這一回合 誰拿的錢比較多 那藍色 選擇完了之後換綠色 綠色決定消耗一份天然氣 然後呢 一樣獲得五塊錢 放他面前 再來是紅色 紅色決定消耗一份石油 然後獲得四塊錢 最後是紫色 紫色的話呢 消耗總共三份的天然氣 轉到一 轉到零 因為轉到零了所以丟掉 丟到這個單一加號的氣排堆裡面 再轉到一 都發完電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重新排順序 並且補充燃料以及調整電廠 發電拿的錢最少的 這個紅色只拿了四塊錢 所以他順位已經在最後面 藍、綠和紫都發了五塊錢 這時候要比較他們手上的電廠的大小 電廠越大的代表他越有力 他的順位會越靠前 所以現在藍色的話 他是五號 最靠錢 然後綠色的話是四號 第二 紫色的話是二號 第三 這時候錢就可以拿到手上去 找錢或是交換的話 現在可以進行找錢或交換 之後呢 我們要來補充這個燃料 那燃料要怎麼補充呢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把 貴的燃料移動到比較便宜的地方 三塊錢移到兩塊 兩塊也絕對不到一塊錢 這邊的話先移動 同種類數量比較少的 就是這樣右礦先來 然後再來是這個 鎂礦 好 那這邊的話 因為天然氣和 鈾礦的數量一樣少 所以我們要怎麼移動呢 就是先從煤礦 石油 天然氣 鈾礦 這樣子的順序 所以一樣的話 天然氣先移動 再來 鈾礦移動 再來 鈾礦移動 好 後面沒有東西了 對不對 這時候呢 我們會拿起這個 我們燃料卡的卡堆 並且從價錢低的部分 開始把它補到滿為止 就是以四個人來說的話 就是每一排要有五張 燃料補充完畢之後呢 我們要來調整電廠 我們要把目前未來市場裡面 最大的那張電廠 面朝下的塞到 就是電廠排隊最下面 也就是說呢 它會出現在 最後一輪那張牌的下面 我們一樣 補充一張電廠之後 重新調整位置 調整完之後呢 這樣子 一輪的遊戲 就算結束 持續進行到什麼時候呢 到最後一輪這張卡片 被翻出來 會有兩種狀況 第一個狀況就是什麼 我們在購買電廠的時候 最後一輪翻出來了 像譬如說 我們買掉了這個電廠之後 翻出來最後一輪 那這個最後一輪的卡片呢 會佔據 數字最大電廠的位置 直到 這一個步驟結束的時候呢 第一件事情 如果說 我們 目前有 特價電廠的話 我們就 先把特價電廠移出遊戲 然後呢 補充一張 新的電廠 再來 我們把這個 最後一輪 以及 目前 最小的電廠移出遊戲 剩下的六張 就是 最後一輪的 現在市場 那記住 最後一輪卡片 翻出來的時候 他下面 剩下的所有電廠 都要 立刻重新洗牌 然後呢 之後進行 一般的那個競標 那直到這一輪結束之後 我們會把它 調整變成六張牌 都是現在電廠 那他你就有機會 就是獲得一些 可能一發可以逆轉的 那種大型電廠 好 這是第一種狀況 就是他在第一步驟裡面 出現 這個 最後一輪的狀況 會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們進行到第三步驟 發電的時候 我們剛剛不是說了 我們要 調整電廠嗎 如果說在第一步驟 競標電廠的時候 它的市場已經變成六張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不會把 最大的 這個電廠 塞到 排庫底下 而是把最小電廠 給移出遊戲 好 那整場遊戲裡面 只會進行這一次而已 但是如果假設 我們是在 調整電廠的時候 出現這件事情 我們在調整電廠的時候 我們把最大的電廠 放到電廠排庫最下面 並且翻出來 剛好是 這個 這個最後一輪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把 最後一輪 以及 目前 最小的那張電廠 移出遊戲 然後下一輪開始呢 我們會直接 就是從這邊 六張 電廠就會變成我們現在的市場 那記住 我們只要 翻出來這個 最後一輪的卡片 我們就必須把 它下面的所有電廠 進行重洗 以免有人就是 他記住了哪個電廠 會什麼時候出來 我們要把它重洗 這一輪競標 然後購買燃料 以及 發電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會進行算分 那最後一輪的話 有一些 稍微不一樣的規則 第一個 這邊 一定是六張的電廠都可以買 然後你補充的話 一定一樣是從那個 剩下的電廠排庫裡面補充 再來第二個 購買燃料的時候 你只能夠買到 剛好購你發電的燃料 如果要超過你能夠發電燃料的部分的話 你就不能夠購買 那如果說你的電廠裡面已經存有足夠你發電燃料的話 你就不可以購買該種燃料 這個要特別注意 而且這包括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在某一座電廠裡面儲存了夠你兩座電廠發電燃料的話 你也不能再購買新的 因為我們在發電的時候 可以讓同一張卡片去供應不同電廠的燃料使用 當然你每一份燃料 你只能夠就是消耗在同一張電廠方面 譬如說我這邊有兩個石油 我可以把這個石油 一個給這一座一個給那一座 這是沒有問題的 各使用一次是沒有問題的 發電的部分是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我們在最後一輪的發電 我們是不拿報酬不拿現金的 那我們發出來的這個電數字呢 就是我們的得分 以及我們如果說發電不拿錢的狀況之下 如果說我們手上還有電幣的話 每十塊錢電幣可以換一分 總分最高的玩家就是勝利者 如果說我們總分平手的話呢 我們比剩下來的錢 因為你一定只剩零到九塊嘛 多的人獲勝 如果又平手的話 那兩個人才共享勝利 電力或是紙拍板 因為它不需要在地圖上面去進行 就是變電所的競爭 那這一部分呢 等於大大降低它的複雜度 雖然呢 它遊戲還是有一些細節 不過 如果你照著說明書 以及我們的說明影片 來進行對照的話呢 相信它學起來一定比標準的電力公司來的簡單 那這也是一個 如果說你想要學正式電力公司的話 那你想說我擔心 我沒辦法一下學會 我想先從比較簡單入爪的話 那電力公司紙拍板 是你推坑 推其他人想要玩電力公司 這類型遊戲的話 你可以先從這個紙拍板開始介紹起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 藉此學會電力公司這一款精彩的遊戲 這樣子我的玩伴才會越來越多 那麼天何不只開箱 我們下次見